那么我们看到有台湾的媒体报道 就是民进党当局目前正在大规模的约谈 在台湾的大陆企业搜索所谓的非法从事 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活动 那么也有台湾的官员承认 这个举动呢是为了出台经济间谍法来造势的 向陈发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我们高度关注尚是动效 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的 阻挠破坏两岸的交流合作 近期呢又出新积虑的抹黑并恐吓在台的大陆企业 进一步升高两岸对立挑衅声势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这种政治操弄 阻撩不了两岸同胞交流合作的大势 只会损害台湾工商界和岛内同胞的切成力 谢谢 针对有台商建议恢复南京无锡等两岸的客货运航点 台陆委会对此表示说 南京本来就是十个两岸空运货运的航点之一 那么两岸的航空业者可以向两岸航空主管机关提出 飞航的申请 请问大陆方面对此持合态度 谢谢发言人 大家都知道2020年2月10号至今 民进党当局单方面暂停除往返北京上海厦门成都四市以外的 两岸其他空中的客运航班 关于货运航点的运行 大陆方面没有障碍 如果台商台企和两岸航运企业有需求 我们将予以积极的支持 谢谢 谢谢